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内山叶子医生所著的》。 肚子里的霉菌是疾病的原因这本书。 大家是否有过以下的感觉呢? 饭后肚子异常胀气,或者无论吃了多少东西,还是觉得肚子饿, 又或者突然很想吃甜食,去买东西时不知不觉中买了面包或甜食, 还有饭后出现异常的困倦感,或者头脑昏昏沉沉,难以集中精神, 甚至有时候像喝醉了一样飘飘然的感觉。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那么原因很可能是您肚子里的霉菌。 提到霉菌,很多人会联想到浴室里角落的霉菌或是放置太久的食品上长出的霉菌。 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自己的肚子里也有霉菌, 并且这些霉菌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各种症状。 然而实际上,因肚子里的霉菌而影响到健康的人非常多。 由于这种情况尚未被人们所广泛了解, 许多人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苦苦挣扎, 或者采取了一些错误的应对方法, 反而让肚子里的霉菌继续增值。 作者的诊所经常接待一些无论怎么检查都找不到原因苦恼不已的患者。 这些患者在了解了减少肚子里霉菌的正确方法后, 病情逐渐开始好转,最终恢复了健康。 如果你现在正为无法解释的身体不适或长期感到疲倦而烦恼, 那么可能是您肚子里的霉菌在作祟。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为什么肚子里的霉菌是可怕的呢? 第二,导致肚子里产生霉菌的三个原因。 第三,清除肚子里霉菌的方法。 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 为什么肚子里的霉菌是可怕的呢?来开始解释。 提到肚子里的霉菌, 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恐怖。 但实际上,即使是非常健康的人, 肚子里也存在着霉菌。 很多人都知道, 在我们的肠道里有大量种类繁多的细菌。 虽然肠内细菌在肠道微生物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实际上还有病毒、猿虫和寄生虫等各种微生物存在。 霉菌就是其中的一种。 不过,这些霉菌在健康人体内的比例非常低, 通常只有1%左右。 如果肠内细菌保持健康的平衡, 霉菌就不会大量繁殖。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霉菌有时候会异常增殖, 导致如先前提到的困倦、头晕等症状。 肚子里的霉菌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引发肠道炎症, 进而导致肠漏症。 肚子里的霉菌大量繁殖会引起肠道炎症。 这些霉菌会附着在肠壁上, 溶解肠壁的蛋白质, 并像扎根一样深入肠壁。 从而繁殖。 由于霉菌分泌的酵素刺激肠壁, 导致肠道发炎。 肠壁黏膜上布满地成为绒毛的小凸起物。 这些凸起物密集排列, 旨在增加表面积, 从而最大限度地吸收营养。 绒毛上的细胞彼此紧密连接, 形成了一种过滤结构, 防止一定大小的物质通过。 这种结构被称为紧密连接, 它起到过滤器的作用, 确保较大的物质无法通过。 当肠壁被霉菌侵袭, 紧密连接受到破坏时, 肠道屏障的功能会减弱。 这样一来, 未消化的食物和异物就会进入血液, 引发顾民反应等问题。 这种情况被称为肠痘症。 当出现肠痘症时, 食物的细小成分、细菌以及有害菌产生的毒素 会通过肠壁细胞间的空隙进入血管, 并在人体内循环。 本来不应进入体内的物质被吸收, 导致全身出现各种不适。 例如, 可能出现皮肤问题、 过敏、 花粉症、 便秘、 肥胖、 生活习惯病、 精神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症状。 总之, 肠道出现漏洞会使毒素在全身循环, 带来广泛的不良影响。 这一点需要大家牢记。 此外, 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吃甜食, 甚至无法戒掉甜食。 如果您是其中之一, 那么您的肚子里可能存在着霉菌, 因为肚子里的霉菌会导致低血糖, 进而引发对甜食的强烈渴望。 由于霉菌会消耗各种物质, 尤其是糖类和碳水化合物是其重要的能量来源。 因此, 肚子里有霉菌繁殖的人会发现摄入的糖类被霉菌抢走, 从而导致异常的低血糖发生。 而低血糖则会引起下面的一系列症状, 包括饥饿、恶心、呼吸急促、呼吸困难、 易怒、抑郁、持续烦恼、 不明原因的焦虑、 注意力不集中、 四肢冰冷、 容易疲劳、 适睡等。 肚子里有霉菌的人会因为低血糖而特别渴望甜食, 霉菌需要糖类。 可以说, 霉菌控制的大脑, 使人对甜食产生强烈的渴望。 如果您发现自己对甜食特别喜爱, 甚至无法戒掉, 很可能是肚子里的霉菌在起作用。 这类人在购物时, 往往会不自觉地购买大量甜食或面包, 大量摄入甜食后, 会导致反应性低血糖。 所谓反应性低血糖是指糖尿病易感人群摄入大量糖类后, 血糖迅速升高。 为了降低血糖, 胰岛素会大量分泌, 结果导致血糖过低。 这种血糖急剧波动会引起自主神经紊乱。 此外, 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还会导致脂肪细胞增大。 胰岛素不仅促进糖类进入细胞, 还会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并储存起来, 导致肥胖。 因此, 如果您对甜食特别喜爱并出现低血糖症状, 应该怀疑肚子里是否有霉菌, 并尽早采取措施。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导致肚子里产生霉菌的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是, 一, 滥用抗生素, 二, 过量摄入甜食, 三, 气候和居住环境。 接下来, 我将对这三个原因分别进行减药的解说。 首先是第一个原因, 滥用抗生素。 尽管肚子里产生霉菌的原因有很多, 但过度使用抗生素是肚子里产生霉菌的最主要原因。 抗生素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药物, 可以杀死引起疾病的细菌。 因此, 在医疗机构中被广泛使用。 然而, 抗生素不仅会针对目标细菌, 也可能一并杀死不相关的其他细菌, 从而扰乱了肠道内的菌群平衡。 这会导致肠道内细菌的失调, 进而促使了霉菌的滋生。 有的医生经常过度使用抗生素。 当我们感冒去医院时, 通常会开出几种药物, 其中几乎都还有抗生素。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超过90%的医疗机构都在使用抗生素。 首先我们要明确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 而抗生素是用来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 在感冒治疗中并不起作用。 过度使用抗生素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肠道环境, 导致免疫力下降。 这样做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然而尽管如此, 很多医生长期以来一直在将抗生素用于感冒的治疗。 因此,2017年9月,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 抗微生物药物合理使用指南, 旨在遏制抗生素的滥用。 该指南针对于医生, 明确指出, 在治疗感冒时不应该使用抗生素。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指南, 要在医疗机构中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 为了避免增加肠道内的霉菌, 大家应该增加自我保护意识, 避免不必要地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冒。 还有在畜牧业中, 为了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常常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以预防家畜在密集的环境中受到感染。 我们通过食用这些肉类, 不自觉地摄入了这些抗生素。 此外, 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各种消毒和抗菌产品, 它们含有抗生素或杀菌剂。 除了医疗用途的抗生素外, 环境中的抗生素也被认为助长了肚子里霉菌的异常增长。 虽然医疗用的抗生素有血管类注射、 皮肤涂抹、吸入等形式, 但导致肚子里霉菌增加的主要是口服抗生素。 口服抗生素摄入后直接进入肠道。 医疗用的抗生素通常用于杀密引起疾病或可能引起疾病的细菌。 但不存在只对病原菌有作用而不影响其他细菌的抗生素。 因此一旦服用抗生素, 肠道细菌的数量就会急剧减少, 从而促进了肚子里的霉菌增长。 接下来是第二个原因, 即过量摄入甜食。 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甜食, 如蛋糕、甜点、糖果、饮料等。 这些食品中都还有大量的糖分。 这些甜食实际上是霉菌的最爱。 当肠道功能减弱或已经开始增加霉菌时, 摄入过多的甜食会导致霉菌爆发性增长。 这样一来, 会让人无法控制的渴望甜食和碳水化合物, 进而导致进一步过量进食, 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 过度摄入发酵食品也可能会增加霉菌的数量。 我们周围有很多发酵食品, 如胃葱、酱油、料酒、清酒、啤酒、干酒、奶酪、红酒等。 这些食品都是由某种霉菌发酵制成的。 虽然发酵食品通常被认为对人的身体有益, 但如果肠道功能减弱或已经开始增加霉菌的人摄入过量的话, 就会刺激霉菌的增值。 因此,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虽然发酵食品对身体健康的人有益, 但对于肠道功能减弱或已经开始增加霉菌的人来说, 摄入过多可能会促进霉菌的增长。 接下来是第三个原因, 即气候和居住环境。 过去日本的房屋会保留通风缝隙, 十分注重通风, 日本气候非常潮湿, 如果不通风, 必然会滋生霉菌。 现代住宅楼房的密封性很好, 通风不良, 容易积聚湿气, 导致霉菌的迅速滋生。 我们经常不自觉地将居住环境中的霉菌与食物一起摄入, 这也是导致肚子里霉菌增加的一个因素。 当肚子里的霉菌异常增长时, 人们通常会对周围环境中的霉菌产生过敏反应。 霉菌偏爱潮湿和黑暗的环境, 因此当人们进入这样的地方时, 经常会感到不适, 特别是在雨天或阴天时, 更加容易感到身体不适。 对于那些容易因食用与霉菌有关的食物而感到不适的人来说, 他们也可能对环境中的霉菌产生过敏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尽量减少接触可能有霉菌的地方, 或者在家中有意识地检查和清理可能有霉菌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防范措施。 尽管完全清除居住环境中的霉菌是不可能的, 但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清理是非常必要的。 特别是一些容易滋生霉菌的地方, 如浴室、厨房、潮湿的地下室、 长时间不使用的物品等, 都需要特别注意清理和消毒。 此外,还要留意老旧的家具、床上用品、 餐具、潮湿的衣物、存放的食材等。 洗衣机也容易滋生霉菌, 因此定期清洁和消毒也是必要的。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清除肚子里霉菌的方法。 这三个方法是, 一,不要轻易服用抗生素。 二,避免摄入甜食和亦产生霉菌的食品。 三,尽可能处理居住环境中的霉菌。 接下来,我将对这三个方法分别进行逐一解说。 首先是第一个方法, 不要轻易服用抗生素。 在这三种清除肚子里霉菌的方法中。 最重要的是, 不要轻易服用抗生素。 人体本身具有自然免疫力, 可以治愈许多急性炎症。 只要保持休息和摄入易于消化的食物。 对于一些轻微的感冒或发热不明显的情况, 在没有到达需要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的程度之前, 不要轻易服用医生开去的抗生素。 这不仅可以避免增加肠道霉菌, 也可以确保在真正需要抗生素时正确使用它们。 如果医生在您感到轻微不适时, 就给您开了抗生素。 您可以先试着观察一段时间, 要养成不随便服用抗生素的习惯。 这在处理轻微感冒等情况时尤其重要。 当医生建议使用抗生素时, 您可以问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 真的需要服用抗生素吗? 避免滥用抗生素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必要时, 确实需要使用抗生素来减轻症状并避免后遗症。 所以,请大家正确使用抗生素, 以避免滥用。 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 即避免摄入甜食和亦产生霉菌的食品。 在控制肠道霉菌增加方面, 饮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减少甜食的摄入。 因为甜食是霉菌的最爱, 最开始减少甜食可能会有些困难。 但这种饮食限制可以有效地抑制霉菌的增长。 最重要的是, 不要为霉菌提供食物。 除了甜食外, 还应该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不仅包括甜食, 还包括面包、面条等食物。 它们同样也是霉菌的食物。 另外,避免摄入一生霉菌的食物也非常关键。 比如,玉米、咖啡、小麦、大麦、坚果、酒精、奶酪、香蕉、菠萝等外国产的水果都容易产生霉菌。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需要使用防霉剂的水果通常意味着它们容易受到霉菌的侵害。 这些水果通常经过品质改良以增加甜味。 但对身体并不利。 收获后保存时间过长的食物也会增加霉菌的风险。 坚果和咖啡需要格外注意。 它们保存的时间越久, 风险就越大。 此外, 尤其是面包等小麦制品, 最好避免食用。 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食品会导致体内产生抗体的骨蛋白。 再加上它们是发酵食品。 因此对于肠道存在霉菌的人来说, 这些食物在各个方面都存在高风险。 接下来是第三个方法, 即尽可能处理居住环境中的霉菌。 由于霉菌无处不在, 因此对居住环境中的霉菌进行防治至关重要。 虽然无法完全清除它们, 但尽力而为就足够了。 请不要过于紧张, 试着做一些改变。 这些改变可能会改善您的健康。 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尽量减少地毯的使用。 床垫和床单最好定期洗涤, 这样会更清爽。 尽量避免摆放官业植物等物品。 如果非要摆放, 就确保放置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对于您不阅读的古旧书籍或杂志, 最好不要堆放在家里, 及时处理掉。 衣橱和抽屉最好在晴天晒晒太阳或使用除湿剂。 在浴室和厨房, 定期擦拭飞溅的水是一个好习惯, 但这可能有些困难。 如果有窗户的话, 请务必保持通风。 现在很多家庭都配置了24小时通风设备。 然而实际上, 随着密封性的提高, 这些房屋更容易发霉。 这一点需要注意, 即使每天只有5到10分钟, 也要养成打开所有窗户通风换气的习惯。 如果您住在湿度较高的地区, 且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如果可能的话, 建议暂时搬到其他地区居住一段时间, 以观察身体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如果湿气对住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可能并不容易, 但考虑搬家也是一个选择。 我们今天详细探讨了肚子里霉菌的问题。 相信很多人之前从未想过 自己的身体里可能存在霉菌。 事实上,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暴露于霉菌的风险之中。 因此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 能够让大家意识到霉菌的存在, 从而减少由于对霉菌不了解而导致的身体不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